梁明达从事广播30年 长期关怀偏乡 报导过无数医疗新闻 曾经拿下八座金钟奖 但他没想到因为一场大病 自己也成为采访对象 我脚也没关系 至少可以活动半年之内 我就觉得很感恩 我就觉得人生是还有希望的 结果我在台中实际呢 应该不到两个月吧 我就可以丢掉辅助器 可以走路 今年8月 梁明达罹患罕见重症多发神经炎 四肢无力无法吞咽 还失去他最引以为傲的嗓音 一度绝望跌到谷底 太太在网络搜寻资料 发现台中慈悸医院中西合并有成效 坚持把他从云林转到台中治疗 西医把这些抗体供给 把它平息掉之后 可是已经破坏了神经 它是需要修复的 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它免疫功能的平衡 这个也是需要中药介入以及针灸介入 多发神经炎黄金治疗期两个月 这段时间是以中医针灸成效显著 希望可以增加他整个血液的循环 他整个气的运作 然后希望说赶快把他身体的能量 可以输步到他的末梢 四肢上面去 让他的那个修复可以更加的迅速 如今梁明达行动自如 口才遍及 不久就可以回到他最爱的广播职场 这次用生命换来的体验 将成为他继续发光发热的养分 大爱新闻的亚平洋 俊廷